字幕仔细腔 大家好,我是Sanda Lili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Bollywood这个主题 相信近几年香港也有很多印度电影 那些引渡電影是多一些國際化的趨勢 但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引渡電影是比較困難的 要是機械人在打架 要是車子飛來飛去 要是雷豬角轉轉轉轉轉暈了 其實這些都是引渡電影 或者Bollywood之中的一部分 我今天想用這個機會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多些Bollywood的歷史 背景 以及推介一下值得看的人道戲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介紹了 很快地分享一下Bollywood的背景 Bollywood其實就由1930年已經開始發展 一開始都是走一些宗教故事的語題 很多人都會問我為什麼 Bollywood常常有唱歌和跳舞這兩種情節 其實我們印度人就覺得唱歌和跳舞 是最容易可以表達到我們對其他人的情感的 由1930年第一部電影開始 到現在其實很多人都會看到這兩種元素 在印度電影裡面 接著就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Bollywood的戲就轉型了去關注多些社會的問題 例如做男輕女 貧窮 還有照記這些問題 之後就到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就越來越多演 令到他們有不同的主題 不同的故事想帶出來 所以Bollywood裡面的戲就更多元化 演員就越來越紅了 其實演員在印度人的眼中都是很重要 還有他們的行為或者他們的衣著 都會影響到印度人對外面社會的看法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Bollywood有很多印度人在社會面對的問題 都會說出來 例如 重男輕女這件事 其實在印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在Bollywood戲裡面 慢慢近幾年 有很多戲都會注重女主角多些 例如Dungo Mission Mungo 這兩部戲其實都很注重女主角 令到印度人其實對女人的看法是注重了很多 以及地位是平等了很多 除了這兩部戲之外 其實剛剛也出了一部戲 叫做Chapak 就是講一個事實的故事 就是說一個女生在印度 被一個男人扔強水之後 遇到的危機 遇到的挑戰 我就很推介這些戲 除了剛才那幾部之外 我也想推介三部我比較喜歡看的戲 因為這三部都有搞笑元素 還有意義 這三部其實每次都有的 第一部就叫做Chapak 這部其實我爸爸特別喜歡看 是比較舊的 但是也是值得看的 因為他是講三個Best Friend 他們是讀完大學之後 出到來社會的困難 以及這麼多年之後 如何保持他們的友情 好可怕 那第二部就是我媽媽最喜歡看的 這套其實是很現代化和現實的 就是圍著一個家庭 是說他們中間的關係 和他們中間會遇到的問題 第三套就叫做 就是你只有一個 其實就是圍著三個朋友 因為他們很久沒聯絡過 所以他們就聯絡回 和三個一起去過 road trip 整套戲都是歐洲拍的 所以都蠻特別和值得看的 那記住看我剛才說的三套戲 還有看完記住留言告訴我 我沒看 記住可以實體圖 因為你們會聽得懂 好啦 我要走了 下次再介紹多些印度小獅子 給你們知道 快點兒 再帶我去哪兒 超級快點兒 你快點兒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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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點兒 欸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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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好了 下期再见